欢迎来到我频道 像优雅浪漫的连衣裙 还有春季必备的衬衫 那鞋子方面呢 最近入了一双鞋 非常非常显腿细 特别适合小个子 超级的喜欢 然后就是包包 最近又入了一个包 实在是太喜欢了 然后反手马上就入了另外一个颜色 所以今天又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一期 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今天下来分享一款厨房电器 把它抱过来了 挺大挺重的一个 这是一款破壁机 品牌是Joy Dim 这是我在华人生活馆上入的 破壁机也是我一直想买的产品 虽然它和搅拌机啊 还有榨汁机啊 都是把食材打碎 但是破壁机呢 是用更高速的电机 来带动更锋利的刀片 把食物打得粉碎 同时可以击破食物的细胞壁 让营养更好的释放出来 所以用破壁机做的料理呢 口感更加的细腻 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这台Joy Dim的破壁机 非常吸引我的是 它的功能非常的多 除了可以做果汁 smoothie这样的冷饮之外呢 还可以做豆浆 米糊 汤羹 这样的热饮 而且它还配了这个玻璃炖钟 把这个架在里边可以隔水加热 就可以炖燕窝啊 做药膳啊 还可以热奶啊什么的 所以功能很强大 这一台能顶好几台 然后这款破壁机 整个质感都非常的好 下面这块很敦实 然后上面的这个容器 也是特别厚的玻璃 然后上面这个盖子 密闭性也特别的好 下面的这个基座 有一个触控面板 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方便 然后它还有送一个破壁料理机的食谱 里边大概有小20种食谱吧 让最基本的原味豆浆 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米糊啊 豆浆 还可以做银耳红枣羹 黑芝麻糊 还有可以做八宝粥 最简单的各种果汁 甚至还可以做浓汤啊 炖燕窝啊 还可以做咖啡花生酱 能做的花样非常的多 不光是这个食谱里边 能去网上搜破壁机食谱 能出来的选择真的超级多 按它这个食谱做了一个 奶香麦片红豆浆 就按照它说加 腌麦片 红豆 牛奶水 做出来之后 口感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香醇 都不用再加额外的调料 就食材本身的那个奶香 那个麦片和红豆的香味就非常的好喝 因为破壁机转速非常高 所以这个机器在运行的时候肯定有一些声音 我觉得这个音量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这款破壁机还有预约的功能 就是前天晚上把食材放进去 定好食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吃到热乎了 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个破壁机还有一个一键清洗的功能 其实就是利用它这个高速旋转 来达到一个清洗的作用 建议大家就做完之后 马上洗会更加简单快速 总之这台破壁机很方便 食用冷饮热饮都可以做 我也在很兴奋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食谱 然后这个破壁机也是一家老小都适合 特别是家里有小孩需要做腐蚀 或者老人牙口不好的话 这个破壁机都很实用 那有了它之后 我们家之前的豆浆机啊 还有搅拌机啊 都可以被它替代了 这一台就可以顶好多台 华人生活馆是北美一个专门卖中式厨房用品 厨房电器的网站 我自己在华人生活馆上买东西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家厨房从菜刀 发蒜器到炒锅 再到豆浆机养生壶 这些小电器都是我在华人生活馆上入的 用了很多年了都很实用 特别适合中国人做饭的习惯 所以这次华人生活馆邀请我合作 我就非常愉快地答应了 美国和加拿大的小伙伴都可以在华人生活馆上买到这款破壁机 我会把购买链接和折扣码都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说完破壁机我们正着进入时尚单品的部分 先来推荐两条连衣裙 一黑一白我都非常的喜欢 先来说这款白色的 非常浪漫可爱的一款 这款来自Petit Studio 非常美的一款 它是这种棉布的材质 然后上面有很多镂空的小花花 在领口和袖口是这种镂空的设计 而且上面有很多立体小花的点缀 非常的精致 这款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小花 但是看上去不会觉得overwhelming 就是非常浪漫 非常精致的一款 而且它这款是这种宽松的设计 整体是非常轻松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镂空的袖子 这个镂空的款式让这条连衣裙整体的质感更加的轻盈 也更加的精致 而且这个镂空的袖子是非常宽松的 镂空的款式可以增加露肤度 但是不会把整条胳膊露出来 不用担心显胖 然后这条连衣裙整体也是非常宽松的版型 对各种身材都有好 中间有配一条腰带 你可以把它随意这样系上 打造出一个腰线 也可以不戴这条腰带 直接这样穿宽松的款式 两种穿法都很好看 因为这条连衣裙它本身已经是很女性化很精致了 所以在鞋色搭配上可以搭配小皮鞋 或者帆布鞋增加休闲的感觉 而且它是有内衬的 只要是穿偏肤色的内衣内裤 不用担心会透的问题 总之我非常喜欢这条连衣裙 非常的浪漫精致 我特别期待春夏穿这条连衣裙 出门拍照一定很好看 我刚才那条白色连衣裙搭配的这双黑色小皮鞋 是Dr. Martens经典的1461 我买的这款叫 就是鞋底很厚的这款 那这款呢已经是Dr. Martens 非常经典的一款了 我今年才刚刚涨草 无论是搭配浪漫的裙子 还是休闲的牛仔裤 都非常的百搭 可颜可甜的一款 那这双鞋我收到它 看到第一感觉 那就是很大很重很硬的一款 上脚一试 哇塞 显的腿也太细了吧 它的大鞋头和后鞋底 都造就了它显腿细的优势 我一个小粗腿非常满意 这双鞋上脚的一个小 我真的显的腿非常细 我太喜欢了 这双鞋还是杨蜜的同款 杨蜜的那个腿穿这双鞋 会不会显的腿细的有点过分了 然后这双鞋确实是挺重的 但是穿在脚上我觉得还好 我就在家试穿 还没有机会穿出门 我昨天才刚刚收到 倒是没有觉得这双鞋很重 我买的是37的 就是我正常的尺码 有一点大 后面大概有一个手指头的距离 但是因为它前面是鸡蛋的款式 所以倒是不至于不跟脚 但是确实穿上是松松的 我在想要不要再试小一码36的 但我觉得再小一码的话 可能就比较合脚的话 穿上去会更加的磨脚 因为它这个皮质确实是挺硬的 号称美丽的刑具这双鞋 所以如果要穿的特别合脚的话 可能前面会比较磨 后跟也会磨脚 那这双37的虽然有一点宽松 那加个半垫啊 然后后面再加个防磨垫的话 应该就会比较好 再加上是穿发子穿 我现在再加试穿这双鞋 觉得还好没有磨脚的问题 因为它比较宽松嘛 总之呢这双鞋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不愧是一双经典款 非常的百搭 也很年轻的一款 非常期待用它做更多的搭配 然后是这条我非常喜欢的黑色连衣裙 也是来自Patee Studio的 那这条整体感觉呢就更加的优雅 这条款式是更加合身的 在胸部腰部这儿都可以把身体的曲线打造出来 因为我是苹果型身材 所以这件呢我就选大一码 比较合身 但是又不紧身 加上它是黑色的 穿上是很显瘦的 那这条裙子有好几个设计的点 我都非常喜欢 首先领子这儿像是一个方领 但是开口呢没有非常大 再加上有两条黑色细带的点缀 让领子这儿不会看着很空很暴露 然后这个细带呢又可以对脖子脸型有一定的修饰作用 这条连衣裙是中长款的 在我身上是到小腿靠下的位置 就刚好遮住小腿最粗的地方露出比较细的脚踝 那在裙子的一侧呢有一个开叉 在走动起来会若隐若现的露出一些腿的部分 但是又不会全露出来 所以还是很显瘦的 同时增加一些露幅度更加轻盈的感觉 然后这条连衣裙的袖子我也非常喜欢 是比较宽松的这种灯笼袖 特别是袖口这儿它做的是一个向上有延伸感的一个开口 就更显得露出的手腕比较细 这条裙子的面料呢也是比较轻薄垂坠 穿上非常的舒服 这条连衣裙既可以搭配高跟鞋打造优雅浪漫的风格 也可以搭配乐服鞋穿出更休闲的感觉 像这种小黑裙能穿的场合还是挺多的 而且穿搭拍照也是很好看很显瘦的 然后是Pati Studio今年春季新出的两件衬衫 这两件是同款不同色 可见我非常喜欢这个款式 那这两件都是百分之百Policer的面料 垂坠度非常好 很适合苹果性身材 和丝质相比虽然没有那么高级 但是同样垂坠度非常好 同时没有那么容易皱 更加好打理 所以我平时还蛮爱买这种面料的衣服 先来说这件 这种随意抽象的线条 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设计风格 这件黑白配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花色无论是通勤还是休闲 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这件外面再加一个西服啊 或者开衫啊 露出里面的图案也是很好看 这款衬衫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的下摆专门做成一个打结的设计 我之前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款式 那我穿衬衫有时候也喜欢把衬衫下摆打个结 这样比例更好 也非常轻松休闲的感觉 但是不是每一件衬衫下摆打结都好看 有的会显得非常臃肿 那这件呢 它就直接做的是一个打结的设计 就随便一记就挺好看的 而且后面也是短款的 那如果你要不想穿打结的款式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塞到裤子里 就当做一个普通的衬衫来穿了 同款的另外一个花色呢 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这件黑白配呢 就更加的外放 那这件的颜色呢 是更加的内敛 非常适合春季的这种清新淡雅 柔和朦胧的一个配色 是非常非常淡的蓝色里面 透着一点彩色的黄 一点紫色 整个是很朦胧的一个样子 这件上身是非常干净的样子 下摆也是这种打结的设计 随便搭配一个牛仔裤就很好看 然后这件的面料和刚才这件还不完全一样 这件是比较爽滑的手感 那这件的手感呢 是比较粗 有一点色色的那种感觉 这件花色整体做的是那种朦胧感 所以肯定不能是特别有光泽 特别滑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料的选择还挺配的 然后是个刚才那件黑白衬衫搭在一起的 这条阔腿西服裤 也是Petit Studio今年春季的一个新款 这个裤型非常好看 比较宽松的裤型 同时垂垂度非常好 所以非常显瘦 然后Petit Studio的裤长也都是很适合小个子 这条就是刚好有一点脱地裤的那个长度 再加上它是非常高腰的一个款式 穿上就非常显腿长 然后在腰部这呢 它做的是有一点纸带裤的那个设计 再加一条可以拆卸的腰带 穿这种超高腰的裤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显腿长 真的胸以下都是腿的感觉 而且这条的面料啊 也是穿着很舒服 这种垂坠感很好 非常适合通勤的一款 最后还有一件Petit Studio 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有一点那种甜裤风 我想说试试看这种风格 我穿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 说实话在收到这件之前 我都没有抱太大希望 结果上身一试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首先它这个黑色的针针衫 还挺显瘦的 我很喜欢它黑色 然后像白边的设计 然后肩膀这呢 有一小处挖空 看上去酷酷的 但又不是很夸张 然后这个胳膊 做的也是细细长长的 在前面还有一个挖口 可以把手指伸出来 所以显得胳膊很修长 然后在挖空处的这个设计呢 不影响穿内衣 穿普通的细肩 但是内衣就可以了 然后后背呢 也有一处挖空 整个都不是很夸张 但是呢又充满了设计感 我觉得是普通身材 也可以驾驭的 然后是我身上穿的这件 非常明显可以看到 Essentials最近的新款 本来说不再买Essentials 之前已经买了很多颜色 卫衣帽衫都有了 但还是没忍住 被新出的颜色所吸引 不过每次买Essentials 都是很喜欢它们的调色 那这次入的这件呢 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新色 雾霾蓝 之前Essentials也没有出过类似的颜色 前面的logo和衣服基本上是一样的颜色 所以这件抢得非常凶 我买的时候就只想到小马 最后一件 穿上也挺合适的 是比较宽松的感觉 但也没有非常的肥大 袖子有一点长 给它卷进去就好了 然后衣裳也没有特别长 然后整个也没有特别宽大 还是挺休闲轻松的一个感觉 Essentials它们家是男女同款 从extraextrasmall到small都可以穿 反正穿上就是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感觉 然后这件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舒服 里边是佳容的 线雾霾蓝现在已经断码了 但时不时的可能还会补货 或者有人退货 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 同一系列推出的其他颜色 其实也挺好看的 像Essentials最擅长的 深灰浅灰米色这种中性色 然后还出了一个深紫色 我觉得也挺好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他的颜色 最后是我最近入手的 非常喜欢的一款包 就是The Road这款水桶包 非常简单随性的款式 我在去年年底 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买过The Road那款半月包 当时那个包的质感和款式 都很打动我 但是白色还是太交际了 所以我最后没有留那只包 但从那之后 有对The Road的包更加感兴趣 也在关注The Road其他的包款 而且我在上期视频也提到 现在越来越喜欢 背小众的款式 那这款呢 虽然是小众包 但是还挺火的 这个包还挺难买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水桶包的样子 上宽下窄 你看随便往这一放 都很有质感 很有腔调 提起来呢 就是一个水桶包的样子 上面是敞口的 然后背上呢 也是很简单 很轻松 低调随性的一款 然后这款包的质感 真的是非常好 它的皮质特别的厚实 外面是这种比较浅的荔枝纹 而且光泽感特别好 只有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 The Road logo 整个也没有其他的logo了 非常简洁低调的一款 然后里边呢 是这种挤皮的材质 这皮质特别的厚 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手感非常的好 然后里边呢 就是一个水桶包 没有内袋啊什么的 在开口这儿呢 有两条细的袋子 可以把开口这儿竖一下 我就懒得去记它 非常就是这种 非常极简的风格 而且这款包本身 自重也很轻 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非常能装的一只包 这款包有三个尺寸 我买的是中号 我觉得这个中号 对小个子是非常适合的 小号我完全没有考虑 我觉得是太小了 背不出那个范儿 说实话 这个中号收到之后 我都觉得比我想象的 要更小一些 如果再大一些 就更随性的那个感觉 再大一点 我也可以接受 所以在收到这个中号之后 我有考虑过那个大号 但是看过之后 还是觉得大号实在是太大了 对于一米六的身高 还是比较难驾驭 如果你身高比较高的话 还挺推荐那个大号的 我觉得最能背出 这款包的调性 其实这款包 我一开始入手的是 这个奶茶色 这奶茶色是不是也特别好看 我当时在选的时候 有黑色白色 奶茶还有橄榄绿 我选这个奶茶色 因为它比较特别 是非常适合春天的一个浅色 非常的温柔 又有气质 然后又没有白色那么娇气 收到之后 我觉得这包好好看啊 低调有质感 轻松随意的感觉 而且又轻又能装 所以当时扭头一看 黑色还有货 马上就又入手了黑色 所以现在这两个颜色 我难以取舍 我觉得都很好看 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 我成年人不做选择 我最后决定 把两个颜色都留下 中号是最难买的一个尺寸 我把我能找到的购买途径 都总结 放到下面的信息栏 时不时的还是会补货 但是断货也非常快 所以如果你对这款包感兴趣的话 看到有货 一定要赶快下手 以上就是今天购物分享的全部内容啦 有没有给你中嫂呢 喜欢这支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 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预告一下 下期视频是关于Lululemon的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